高安是理工科的女生 我們叫做理工女 其實我非常清楚 她也不是 我知道她做所做所一定是合法 到最後還是加油鼓勵居多 當然有些事情我們還是會給公安幫忙 相信她絕對沒有貪污的企圖 要貪污的人 不會帳戶記得這麼清楚 所以我也支持她能夠提出證據 為自己的清白混戰 我也不認為高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對 但是要符合比例原則 這個人工智慧還是需要 需要有個治療部讓她學習 但我們今天畫了這麼多成本 你有沒有想說這個AI身為以後 除了幫你唱歌 要不要幫你開記者會 幫你澄清你的一些失言 這樣比較不會失言 那個AR、VR也許會真的 現在那個deep fact 有時候連影像 所以以後我們就弄個螢幕 然後那個影像也是模仿我的 然後只要有一個在旁邊講話回答 她就直接轉換過來 所以就好像我在講話一樣 那你有沒有想用別人的聲音來說些什麼 不用啦我自己的聲音就 真的我覺得這裡有點危險 我也覺得你跟我想的一樣 剛剛有三秒鐘我昨天覺得前面有個洞要跳下去 我也覺得她會想要講 好沒事沒事 但是阿伯對於目前這個AI的聲文應用可能還沒有太多想像 所以我們要歡迎所有線上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發揮創意 一起來想想看 可以用阿伯的聲音縮寫什麼東西 所以請大家到柯文哲的Facebook跟YouTube頻道填寫表單 就可以索取的柯文哲AI語音模型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正式的參與我們這樣的活動 沒錯你創造了什麼好玩的迷音 是音樂的音喔聲音的音喔 都可以歡迎分享 然後在柯文哲的各個社群帳號 那當然Hashtag AI迷音科P 對我相信在我們的後面 直播朋友現在也有看 所以歡迎各位線上取用柯文哲AI聲文 共同讓我們來製作更多正面的願景 化負面為正面的娛樂 甚至是用嚴肅以對來看待接下來的數位創作 沒錯當然期待你的這個AI迷音科P 可以為台灣政治帶來更多多元共存 社會共融的這個文化氛圍 讓有趣的政治呢 可以落實在人民生活中的每一天 那今天要謝謝柯文哲 柯主席本人 很輕鬆欸 一首歌都可以唱 還是你還是很想唱 沒有我是唱了十幾個鐘頭給他學習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學你了就對了 他要先學習十幾個鐘頭 把所有的聲音都錄起來 然後開始模仿你那個唱的樣子 如果他聽了一首新的歌 他就可以模仿你那個唱相出來 所以希望這個從今天開始之後 可能會出現各種各式各樣不同的柯文哲 好啦期待接下來的總統選舉 由柯文哲開始帶頭 可以讓政治落實到每個人的生活之中 更可以把有趣的這樣政治的文化 也可以帶入所有的這個政治的選戰過程中 沒錯謝謝謝謝線上直播的好朋友們 也謝謝媒體朋友們 也謝謝柯主席 好我們接下來不能用AI要下去面對真人的媒體聯訪 好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來請右邊一步 媒體聯訪沒有AI 沒有AI 右邊右邊 這個是這樣啦 本來那個餐廳業者是我們的朋友嘛 想說這個餐廳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他們就去聯絡 那餐廳一開始也說好啊沒問題啊 反正就是 公佈那個AI的語音模型 不過後來他們 大概昨天新聞出來以後 當然有他們有人家會來問嘛 既然 我倒覺得這樣啦 如果當時他們餐廳跟給油錢的約不行 不行就不行 所以沒有什麼 立法行事就好了 你怎麼看這個高雄安市長被戰警長的 被戰警長在看風向 他主席要不要唱一下勇敢的啦 勇敢的啦 這個我給我不會唱 就這樣啦 台灣民眾黨基本上它是一個自主性超強的團體 像中平會它也是獨立運作 大概一個月開會一次 有時候多的時候會兩次 就是 我倒覺得這樣啦 如果他們 這個規則後來是 後來發現是2020年9月就已經制定了 既然 有規則又是獨立運作的單位 他們結果出來我們只能受尊重 怎麼辦怎麼辦 會害怕剛好燒到自己的選舉嗎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環市那一句 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那個打到有點 我也要告訴民進黨 你們去年那一場選舉為什麼會輸掉 就是台灣說打到沒辦法 就是說 第一行 那我還是表明態度啦 我也不認為 剛好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對 但是要符合比例原則嘛 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每天每天鋪天蓋地這樣打 我覺得難道這個國家沒有其他事可以做嗎 我就講嘛 你們那個蛋都不去處理 每天都在處理這個 主席金口在生意燒成這樣 總之都被慰了耶 合適嗎 這昨天我已經講過了 他繼續幹喔 對本黨的選情非常有利 但是對整個台灣人民是不利 所以我們的政治價值是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所以老實講喔 我看民進黨放手吧 這個 總要有人對這件事情複雜吧 還有點啦 這太離譜了 我再講一遍 一人公司 五十萬的資本 他可以做幾億的生意 然後那個停業 還沒復業就可以先跟政府簽約 講到這裡已經 大家覺得很奇怪 然後你想想看喔 我們政府一億四千萬顆 買一億四千萬顆的蛋 然後現在要報廢六千萬顆 然後八千萬 那你要講清楚其他八千萬是跑去哪裡 你想想看喔 怎麼會買一億四千萬顆的蛋 然後報廢六千萬 我是很節儉的人 我就問他那老百姓 你會不會這個政府簡直是荒唐到的泥土 這跟他以前那個高端疫苗一樣 買五百萬劑丟掉一百多萬劑 最近兩百萬劑 而且過家是衝一下 你覺得還是地底高鴻安嗎 還是要切割 我倒覺得這樣 一樣嘛 凡事正極道而行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們該跟他告誡的會告誡 該支持他就支持他 我還是那句話 正常就好 不應該整個媒體 我覺得打那還是那句話 怕他不犯一些 所以去年為什麼民進黨會輸掉那個選舉 就是你那個打到老百姓會反感 你剛剛說你不認同高鴻安的每件事情 那是哪一件事情都可以 這個私底下跟你講 沒有啦 我還是那句話 人不可能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一百分 包括我自己而已 但是就是說 人家臭的會改 這樣 如果改 我們也會負短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但是 還是要符合比例原則 你指高鴻安哪有干證你這什麼 這個當然我不讓 這個也是這樣 要有干證的事實 到底有沒有 我想那一點 我也不需要替高鴻安回答 人家指控他自己要出來面對 但是這樣 公務員服務法 各式各樣的規定 就按照規定來做就好了 好 謝謝 好